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另一集的墨水筆論壇 今次終於跟大家看兩大日本筆牌子的墨水筆 其中一個很多人都會討論或有興趣的兩支筆 分別是 Pilot 的 Caplus 和白銀牌近年新推出的 Curinus 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日本的墨水筆都會不陌生 因為基本上兩支可以說是打對台的 雖然 Pilot 的 Caplus 在大約六七十年代已經有推出過 直至現在款式有不同的變化 但白銀牌的 Curinus 就是近年新推出的產物 所以整個情況都頗有趣 而且兩支都是按鈕式的墨水筆 簡單來說兩支都是按鈕式的墨水筆 所以兩支在墨水筆不同的用家之間引起不少討論 今天就專程拍這條片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兩支筆各自的優點和缺點 希望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分析 讓大家可以決定買支筆的時候可以買哪支 當然如果你有這種能力的話 你絕對兩支都可以買完 不過這次筆者就以一個比較客觀的方法去跟大家分析 究竟兩支筆有什麼特色和優點和缺點 剛才介紹完背景 現在是時候和大家看看這兩支筆的乾坤 對於這兩支筆的量度等資料 大家可以在下方的描述 但是現在我都很粗勒地在這段時間和大家解釋一下 和討論一下這兩支筆的尺寸 其實你會見到兩支筆的長短是有一個明顯的分別的 CAPLUS 位例大概如果你的按鈕 大家都是按鈕的按鈕 其實是14cm左右 但是CURIDUS 你會見到很明遠再長一折 大概是152-153mm左右 大概是15cm左右 基本上和你一把上學用的間尺 是差不多長度的 在長度方面 CURIDUS 是略勝一籌的 但是當然 按一按鈕之後 兩支筆都是寫東西的模式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看到 那個長短是真的差不多的 大概是14cm左右 大概是14cm左右 不過你會見到 其實它與你的握位 都有少少少分別的 CAPLUS 你可以握前一點 大概這個位 差這麼少 一個字頭 但是CURIDUS 其實它與你可以握後一點 甚至兩個字頭都可以 所以是視乎你的輸寫習慣 當然 你可以握到這麼前 你也可以握到這麼後 CAPLUS 同樣地 你也可以握到這麼前 你也可以握到這麼後 也沒問題 但是 講完這個長度 就要講完粗幼了 其實你會見到很明顯地 CURIDUS 是比這個CAPLUS 粗一節 感覺就像你握著一支PILOT的PERRA 對比起一支白金牌的PREPIE 你感覺到 其實它的直徑是再粗一點的 CURIDUS 比CAPLUS 真的很視乎你個人的書寫習慣 相信大家會有兩支筆之間的選擇 如果你比較喜歡 比較幼身的 可能CAPLUS 會比較適合你 而CURIDUS 比較適合大家最粗乾的人士 當然 CAPLUS 有很多種 CAPLUS 、LIMITED EDITION CAPLUS DECIMO 很多 而今天跟大家比較的 當然 因為就是CURIDUS 所以我也是採用CAPLUS 最基本的版本 就是這個不透鋼尖 最普通 不是DECIMO 的版本 所以可以給大家比較一下 好了 講完這個外表的粗幼之後 今天是時候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筆身的方面 筆身的分別 大家會看到 上者是金屬 下者是膠 所以其實 如果你論材質的話 只要你是異者有一個心追的話 基本上你都可以說其他個字是不需要考慮的 而實際上的確是 用金屬做的筆身的CAPLUS 重量是比CURIDUS 重一大截 當然CURIDUS 裡面的一些金屬部件 都令到這支筆不算輕 但CAPLUS 會比它更重 而講完這個筆身的物料之後 當然會講一下它的顏色 顏色CAPLUS 當然是非常多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黑色、黃色、藍色、紅色 很多的 再加上它不同的版本 例如是Limited Edition 每年都會出一尺新色 甚至會有18K金箭的款式 給你選擇 不同的粗幼 究竟是按鍵、領鍵還是怎樣 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但CURIDUS 比較少 只有透明色的筆桿 而且基本上只有灰色、湖水、綠色、藍色、紅色和全透明 一定是這個不守港尖 而且筆幅也只有EF、F和M PILOT 反而好像少些 只有F和M 個別款式或個別店舖也有EF 尖 所以其實尖方面差不多 主要就是外形方面 有分別 當然也很值得一提就是筆夾方面 大家會見到 CAPLUS 是一個固定的筆夾 你怎樣都弄不走 而這個筆夾 在上面還弄了一個粒粒的位置 方便你手持 相反地 相反地 你會見到 CURIDUS 是 對 沒錯 大家眼尼的朋友就會留意到 這支筆的筆夾 已經被筆者 用它附帶的工具 移除了 所以你會見到這支筆 只剩下筆夾的固定位置 而是沒有筆夾的 對一些比較喜歡拿著這支筆的書寫的朋友來說 是可能會比較適合的 尤其是CAPLUS 筆夾的筆夾 筆夾的筆夾都弄不走 基本上都預料到 兩隻手指是怎樣都會分開的 差在分得近一點還是鬆一點 如果你說我喜歡兩隻手指 食指和帽子 一定要貼上去才寫 那可能CURIDUS 會比較適合你 當然,兩隻你都可以這樣爭 而CURIDUS 相對地 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一個所謂的Taper Down CAPLUS 你會見到 它中間有中軸位置開始 是有慢慢的 越來越伸進去 所以比較容易遷就你不同的手型 但是CURIDUS 呢 沒有,因為基本上 直到來到這個位置之前 都是一個圓處體的筆桿 所以基本上是拿著圓處體寫的 你不會說手指有些遷就到Taper Down的位置 不過當然,兩隻筆 都是有一個令人救病的地方 就是沒有騙位的 騙位上沒有任何防滑紋等等 所以大家未必看到 但是用得久 尤其是小指筆者有手寒的人 就不太習慣了 整支筆畫上去寫的東西 用以線的 而CURIDUS 也是同一樣 雖然它是一個比較圓處體的筆身 但是也沒有騙位給你的 所以基本上有些人會覺得 會很難適從 究竟我應該拿到哪裏呢 拿到這裏? 拿到這裏? 還是拿到很厚? 所以這也是一個大家要考慮的地方 好了,講完這個筆桿的分別 就是時候跟大家看看 這兩支筆的一個結構 其實所謂的結構 PILOT 聲稱他有拿到專利權 但是 International Property Law 告訴大家 或者所謂的IP Law 專利權一般來說,20年就會過期 所以 即使PILOT 有這個專利權 你會看到這兩者的內建的結構 是大同小異的 PILOT 雖然這裏拆不出來 但是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裡面是一個彈弓 跟你一般用的原子筆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後面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按不同的位置 按多幾下 就推 靠牙的咬位 推上去 推上去 前面 大家會看到 其實有一雙暗暗的活塞門 去保持這支筆的器物性 亦都可以方便保護你的筆尖 平時不用 就收起來 用才推出來 台樣地 其實 白金牌的Curitas 都很遲 都是一樣 大家會看到這裏 關上去 就比較清楚 你會看到 其實就是靠後面這顆 按開前面的活門 推出來 收回 推出來 收回 所以 其實你會看到 兩者的設計 都是非常上似 而裏面的部件 更加 對 你會看到 大家都是一個 不尖的部分 一個不洩的部分 不過它是包起來 後面有一個位置 白金牌是扭 拉 而Pilot的Cabless 純粹是一個保護套 拔出來 因為這支Pilot的Cabless 已經插了一個 所謂的保護的墨膽 插開後 大家都一樣 接受自己的墨膽和吸墨器 大家便插進去 上墨 便完成 然後吸收回 Pilot便吸收回這個保護蓋 而 Curidus 就是對回那個位置 把這個保護的墨膽 插進去 然後大家也是 套進這支筆的主體的筆桿 你會看到 Curidus是這樣 然後拎回 Cabless 就是這樣 對回那個位置 然後再拎 其實兩支筆 你會看到 其實操作 都是大同小異的 所以 也有些人 初初 曾經會夜遇白金牌 基本上是 用它自己的能力 去複製一支Pilot的Cabless 而 其實你都會看到 這支筆真的做得蠻足的 兩支筆真的差不多 如果你說過 類類的結構等等 事不宜遲 既然跟大家討論了 這支筆的外表、乾坤、大小、結構等等 下時候 跟大家說說 最重要的部分 筆佔 現在 我拿回一張紙 跟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Writing Sample 給大家看看兩支筆 究竟輸死的表現 是怎樣 等我重複一次 剛才會忘記了 兩支筆基本上 筆佔的選擇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EF、F、M 基本上都沒有特殊 例如Broad佔、Soft佔等等 給大家選擇 為了公平起見 雖然這支筆 兩支筆都會用Pilot的藍色墨水 純藍色墨水 去做測試 給大家看 首先 1號參賽者 就是這個不鏽鋼尖 很可愛 它倒了一層黃色金屬 在上面 碰到一層黃色金屬 不知道是不是想假裝是金尖 但其實是不鏽鋼尖來的 一款不鏽鋼M尖的Pilot Caplus 就點些墨士給大家看 好,現在就到2號參賽者了 就是這些白金牌的Curidus 開始 兩支筆都做完測試了,是時候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其實呢,不如先介紹一個比較大家可以在紙上看到的感覺 就是粗幼和寫感 其實你會見到,Pilot Caplus 出墨量沒有白鑊牌的Curidus 這麼豐富 當然,兩者寫出來的感覺都是順滑的 但你見到Pilot的M尖似乎打磨比較幼細 出墨量是均勻一點,即使下壓力也比較硬 而相對地,今排的Curidus M尖的打磨反而會見到有少少少B尖的影子 舉個例子,打橫打色的變化,一些不同的墨韻 會出現到你落筆或快龍蠻,墨出墨量有少少不同 隨著筆劃而改變 當然,其實都是比較硬滑的 你見到的壓力和打橫打直射的測試中 說完這個大家明顯在紙上看到的表現 是時候,筆劃再跟大家討論一下這支筆給我的寫感 其實在拍這支影片前,筆劃兩支筆都大概用了一個星期 其實寫出來的表現是有不同的 Pilot Capless 給你的感覺 一來你會感受到你用墨水筆寫的字 二來你會感受到你用墨水筆寫的字 二來你會感受到你用墨水筆寫的字 你會感受到你用墨水筆寫的字 你會感受到你用墨水筆寫的字 這筆寫的比較難用客觀的形容方法去形容 給大家聽 但是,感覺就是你會一直寫,你要找這支筆的甜點 它不是可以遷就給你,咦? 我有些人喜歡斜一點點,向這邊寫字 No! 你亦不可以斜向這邊寫字 No! 你一定要對直,對正 而這支筆,你基本上只可以這樣移動 你不能夠越同越移動 你真的要找到這支筆,這支筆才會寫得出字 和寫得漂亮 當然,感覺是硬滑得來,你感覺到PILOT 高級筆款的那種,應有的少許 feedback 和軟軟地 你感覺到它,不像你拿著遮掩筆 壓到紙上的感覺 你感覺到自己是用墨水筆的 這支筆是不壽港尖的CAPLUS 不是金尖的CAPLUS 給了我的感覺 相對而言,白金牌的CURIDUS 你會感覺到這支筆,其實真的偏硬的 無論是... 有,因為特價的關係 買另一支EF和F 尖 的CURIDUS 試過不同的尖 都是偏向硬滑的 但是,跟PILOT 本身的3776本 如果你不是買Soft字母 那種硬的感覺是類似的 跟PRECENT的感覺是類似的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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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你好像用一支原子筆 甚至是遮掩筆 在寫東西的那種感覺 當然,你分得出不會是很硬的 但硬的程度 是絕對比PILOT 的CAPLUS 更加偏向普通硬筆 所以兩支筆的感覺是真的不同的 而CURIDUS 有一度比PILOT 做得好一點的地方 就是它的Sweet Spot比較大 如果你真的斜一點寫東西 這樣是OK的 而它跟PILOT CAPLUS一樣 你不能說為我一定要抓緊 100%向上 這樣轉 善德 你不可以斜一點點寫不到 這樣又寫不到 CAPLUS 是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但CURIDUS 打磨做得好一點 似乎沒有這個現象 好了,當然 講到這裡 順帶一提 就是兩支筆的氣密性 老實說 兩支筆都聲稱自己是有氣密的 但事實是否這樣呢 就絕對不是 所以筆者很肯定地告訴你 是絕對不是氣密的 這兩支筆 兩支都有這個氣密性的問題 其實這個我相信大家 尤其是玩開墨水筆的人 就會很理解到背後的道理 你想想一支原子筆 為什麼呢? 它不需要筆蓋 它都可以寫到東西 一來它入墨水是油性 不會蒸發裡面的墨 二來它有一顆鋼珠頂住 但是兩支筆 它聲稱都是用這個活塞門 去保持這支筆的氣密性 簡單來說 你在家裡帶門 跟你說可以保持到這個氣密性 你信不信呢? 一對普通的木門 它就跟你說可以保持到氣密性 我當那對木門陷得好 黏在那些膠條邊 它是否能保持到氣密性呢? NO! 是一定做不足的 相比在一對潛艇裡面的氣密門 或者船裡面的氣密門 它是做不到的 而這兩支都是一樣的 我們首先看看Curid 大家看不看得到呢? 這裏就是它前面的筆帽 封閉了 一塊膠貼一塊膠 沒有了 中間沒有任何東西的 所以筆帽在用的期間 有發現大概 隔一晚你不寫 或者隔一兩晚不寫 已經開始乾了 你真的要畫多幾滑 對著筆 多幾膽氣 或者點一點墨 才寫得出 而Cabless 這裏當然大家未必看得到很清楚 但其實它也是一塊金屬的板 你寫的時候 這樣彈出來 收起來 去保持著筆的氣密門 所以其實兩者 大家都差不多了 一樣的麻煩 就是大概過了一晚之後 這裏真的要點墨 或者你要再弄一弄它 才可以寫得到 有人說有些批次 兩者都是 有些批次的筆會好些 有些批次的筆會沒那麼好 但是兩者 基本上都會有這個問題存在 只差在時好時壞 而筆者覺得 基本上這是一個無可避免的缺點 你既然用得這個 所謂的按動式墨水筆 即是靠它要毛筆蓋 只是靠這個 去保持它的氣密性 在這裡 大家未必看得到 其實基本上一定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氣密性未必做得那麼好 當然你不是說 喂 產品推出來 應該先做足夠的功課 沒理由這樣 湯州很多東西都事與原為 各位觀眾 所以 即使品牌如何聲稱也好 其實 都現實上是有一個問題 以香港的 context 而言 在這個氣候中用之筆 的確是會有斷墨 出不了墨 墨乾了等等的情況 所以 我覺得在這方面 大家無謂比較 哪知好這筆和不好 因為基本上兩支都是一樣的 在忽者的角度來看 所以 遺憾地 兩間筆廠都是有這個問題的 推出的兩款 沒有蓋墨水筆 所以這一點就難得比較了 好了 講完這裏 是時候 平時如果是墨水筆簡介 我都會各自評論一下 每一支筆我喜歡什麼 和不喜歡什麼的地方 但由於今次的墨水筆論壇 是墨水筆論壇 而且相關的一些 comment 其實我在獨立拍另外兩條影片 獨立介紹這兩支筆的時候 都有跟大家提及過 一些我喜歡的地方和不喜歡的地方 好了,放在水筆論壇的時候 筆仔就認為 有一點是 來到這裏 都必須和大家討論 就是兩支筆的所謂性價比 或者價格 為什麼這麼說呢? 加了這個factor 之後 其實兩支筆可以說是 很難去比較的 感覺就好像 你對比 一卷一元雞的池子 和一卷五元雞的池子 那個質素當然有分別 但當然如果我們撇除 一元和五元的factor 我們只看兩卷池子 你是會很容易比較高的 但在這個加入到價格的factor裡面 你就很難去比較了 即是 五十元一百克的牛肉 和五百元一百克的牛肉 吃下去的感覺是怎樣? 絕對有不同 亦都很難去比較 因為其實 某程度的價錢 是反映了 它要求的一些質素 或者做到的一些standard 給大家看 而這兩支筆 在現實上 有這樣的issue 會出現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先說上面 定pilot的caplus 正常來說 即使是不售鋼尖的款 都應該要900-1000元左右 當然有些地方 特價會700-700元買到 也有些地方會收你貴一點 是1100-1200元 以不售鋼尖版本來說 如果金尖版本更甚至1400-1500元 相反來 白金牌的curitas 官方價格 也是它剛剛推出的時候的價格 是港幣600元正 但是近來這一兩年 大家就細心點留意發現 就會有不同地方都在做折 400多元 500元 都是一個會出現在市場上的價格 我們就拿這個原定的價格 和最低預算在香港發現的價格來做 一個參考指標 1000元和600元 其實基本上 可以說是貴了一大半 差不多一支caplus 可以撐住兩支curitas 即使是折扣之後的價格 大概700-800元左右 和400元左右 都是大概一倍的價錢 兩支筆 其實一倍的價錢 你就會看到所謂的分別 最主要來說 是有金屬的筆身 和一個塑膠的筆身 也有些 例如 Economics 上的分別 這些你可以看到 有點弧形 輕盈的設計 對比起 一顆圓柱體 很粗的 日用的設計 所以你會看到 兩支筆放在你面前 正常人都會分析出 哪支筆好像比較高級 而事實上的確都是 因為PILOT的感覺 是高級過curitas 但如果你追求 在玩筆尖的話 當然兩支的分別 其實不守鋼尖 那真的 那個衡量的因素 會比較客觀 但兩支筆來說 其實是 加了這個價錢的因素 令筆尖更難 客觀地回答大家 變成好一點 因為始終畢竟 這支筆是一半的價格 但你會問 既然是這樣 可否貴又貴,便宜又便宜 絕對可以 如果你不想花這麼貴 700元去買一支 墨水筆是Catless 沒有蓋 是純粹用按鍵 這個功能來玩的墨水筆 其實Curitas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外面如果你懂得找地方去買 400元左右港幣就能買到 其實是一個便宜的地位 貪玩過過癮 一個不錯的選擇 的確是 但如果你說 不是,我真的有要求 我去Budget也允許 可能一支Pilot的Catless 會比較適合你 當然 剛才我們也提及過 關於筆夾、筆桿、重量、筆尖等等的因素 亦可能你需要考慮 但總括而言 兩支筆 筆者覺得 其實是各有優劣的 如果坦白地問筆者 我都覺得它是各有優劣的 Catless 你感覺到是一個 所謂 外國很多評論家都會留言 是一個solidly built 的一支墨水筆 金屬筆身 漂亮 有這些 到Chrome的部分 比較重身而平衡的筆桿 感覺是形仔的 利落的操作 但我不知為何M尖 其實這兩支筆都是M尖 今天用來和大家比較 就不知為何M尖的筆 還要找SweetSport 而且打磨是不知為何斜少少 而筆夾也很討厭 而筆夾也很討厭 沒有這個握位也很討厭 你這樣握 好像有點close 握後一點 又覺得好像有些 握得太厚 簽名嗎? 我是日常書寫的 我一定握前一點 握前一點 又好貼著這個位 所以一邊有指紋 一邊有線手 那是想怎樣呢? 所以這支筆是有讚也有坦的 Catless 相對地 白金牌的Culidus 也是有讚也有坦的 第一個感覺 是膠 有點便宜 你看看 整支筆 當然有證據顯示 其實它是跟白金牌3776 是用同一桶膠做出來的 但亦有人說 它是跟白金牌最入門的那款墨水筆 Prepi 和 Prefonte 是用同一桶膠的 究竟這桶膠是貴膠還是便宜膠呢? 這真的很難分 但是呢 你會見到 其實它比較整體的感覺 沒有那麼點雅 粗一點 當然它設計得出來 這個按鍵的mechanism 都順暢的 彈出來 收拾進去 它的筆夾可以remove到 亦是一個令人覺得貼心的設計 但同樣地 沒有握位 亦是令人有點無所適從的 而它比較粗身的筆干 亦未必有人喜歡 當然 它的筆尖 筆者認為非常好寫 所以兩者 都真是有美中不足之處 你問我 兩支 如果要你選一支 好坦白 你會選哪支啊? 筆者會表示 不好意思 我也是用其他 我自己 誰不算 我拿一支白金牌3776 算吧 如果我喜歡白金牌 我喜歡PILOT的話 唉呀 我拿一支Custom74 就行了 不用拿CAPLESS 那麼麻煩 當然兩支筆最大的 gimmick 都是這個 按鍵單手操作 但筆者 是 not very fond of 而筆者也覺得 某程度上 其實 不是本末倒字 但是一個頗有趣的現象 我本身一支墨水筆 為何我要設計到 它跟一支原子筆一樣呢? 或者我跟一支啫喱筆 像SARASA一樣 按鍵出來寫 一樣呢 是否真是為了方便呢? 是不是為了快呢? 墨水筆的本質 是否要這樣呢? 這個是一個很值得 令人去深思的話題 亦都是筆者能打算 未來會再拍一集墨水筆論壇 他和大家討論這個 這個設計 就是按鍋式的墨水筆 究竟是否一支墨水筆呢? 有些人會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Purist 你會覺得 這樣基本上是 本末倒字了它 一支墨水筆為方便而設計 咦? 墨水筆從來都不是 如你方便到這個程度 是要對比一支原子筆的 所以 以不者來講 其實兩支的 所謂的按鍋式墨水筆 都不是太過吸引 所以 回答一個問題 你選哪支? 其實兩支都真的沒有大分別 如果那天我是覺得 我要出席一個 比較典型的 或者商業的場合 那我就拿一支 CAPLESS SweetSport方面 適合一適合 又有脾氣的 習慣一下 如果不是 我喜歡粗用的 或者是 我覺得是 比較有趣的 平時用的 我都會選擇一支 白金牌的 Curidus 始終 一來它沒有那麼貴 二來有些人會比較貪 透明乾 不過 也覺得 透明乾 某程度上 都是添加了它有趣的部分 因為你會看到 戰筆究竟內裡是怎樣運作 在一個挺有趣的地方 但是 有個不好處 就是 真的太長 即是 它基本上的長度 可以對比到一支 就是 Montblom 149 應該是比Montblom 149 更大一點 因為Montblom 149 應該是 149mm 是15mm 這個CM 也不到 而且它的筆夾 是去到這裏 但這支筆的筆 基本上 不能夾到你的衣袋 不能夾到你的褲袋 不能夾到你的褲袋 連筆袋也有些難度 這支筆是比較大 所以 方便來說 可能一支Catless 會比較方便 但如果我平時操射的話 我都會覺得 放在桌上 一支Cuteless 是比較好用的 今集 都討論了很多資料 對比了不同的事 亦都說了很多不同的Facts 給大家聽 所以 其實 真的很難去下一個定論 告訴大家 來到這個conclusion的部分 究竟 喜歡哪支 或者買哪支 大家試清楚 想清楚 先去買 好 希望今集 麥水筆的擂台 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資料 就是 究竟這兩支筆 有什麼分別 或者這兩支筆 有什麼優劣 如果在一起 不是單獨的筆 歡迎大家在下面 留言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其實這兩支筆 都是一個 很多東西可以討論的地方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趣味 所以 很歡迎大家在下面 留言和筆者 討論一下 關於這兩支筆的種種 好 今集的麥水筆擂台 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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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